为何诸葛亮的每部戏都有宿诸阿姨身影,没想到是因为俩人年少时的这段榜事。 大家好,我是iFunny趣味新闻小编Karen,今天要来说说关于为何诸葛亮的每部戏都有宿诸阿姨身影,没想到是因为俩人年少时的这段榜事。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有多了解呢?一起来看看吧。 一是一人朱葛亮主演的电影《大线神威票房》突破1400万,许多人对片中宿诸阿姨的表现也十分喜欢,朱葛亮曾透露自己当年出道过程,全都要感谢宿诸阿姨。 当时朱葛亮表示,我17岁就当男主角,我演的角色都是很会说话的那种小声。 那时跟宿诸的弟弟在同一个剧团,有一天,宿诸把弟弟拉回电视界演戏,老板就问我能不能接演他弟弟演的武松,再请另外一个男主角来演我原本的角色。 当时他一口答应,演出后名气大涨。 朱葛亮接着说,后来我出国深造回来,进民是主持,原本只要访问,不用演戏,后来总经理希望我演戏,我就想起宿诸。 当时制作单位找了好几次宿诸来上节目,他都没有来,我有一天回去就跟我老婆讲说,我好像做人失败,宿诸都不肯来跟我演戏,最后老婆要我亲自打电话给他。 我才知道宿诸诸的脚不好,所以就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医生给他。 朱葛亮当时透露,后来只是七个礼拜而已,宿诸就可以把拐杖拿掉,他脚好了以后还常提我。 此话一出让现场记者笑成一片,后来我觉得要报答他,所以在演的每一部戏,都希望他可以参加一个角色,希望是适合他,观众也会喜欢的那种。 看完后是不是觉得Karen小编在iPhone里去为新闻分享的风娱乐文章很好呢? 想看更多好闻,或是喜欢iPhone里去为新闻的文章的话,可以按赞追踪船舆论剧并分享这篇为何朱葛亮的每部戏都有宿诸阿姨身影。 没想到是因为俩人年少时的这段往事。出去给大家一起看看哦!